今年的作品非常有意思 今年的作品可以说是科技与传统的完美的结合 还有我跟很多小朋友们一起 通过音乐剧的方式演绎一段神话传说 还有一个亮点是运用VR绘画技术 可以说是我们这节目的打的两遍 还用了我们AR技术 这也可以说是今年的一个重磅节目 我是这么理解的 祝大家兔飞猛进 最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安康